終於到了暑假後,Triple Header的最後一站,意大利Monsa 而意大利在2019年之前都未能夠舉辦太多精彩的比賽 結果這三年就一次過滿足了車迷的願望 究竟這個星期發生了什麼事呢? 事不宜前,就讓我開始說吧 繼英國站後,F1再次舉辦Spring Qualifying 上一次在英國就有不少賽道上的防守和進攻 但是這一次到了著名track action比較少的Monsa Spring Qualifying在比較之下就沒那麼精彩了 雖然是沒那麼精彩,但是比賽在起步時都有幾個爬頭 而這一次Spring Qualifying引起的討論就比較大了 如果比賽不精彩,那舉行Spring Qualifying還有沒有意思呢? 不少車手對Spring Qualifying都有意見 Paris就認為比賽對車手或車迷來說都比較沉悶 而他就看不到舉行Spring Qualifying有什麼好處 Alonso就認為只要改變星期五的排位規格 Spring Qualifying就會更加精彩 而Alonso就認為如果星期五的排位變成one shot Qualifying Spring Qualifying就會變得更加精彩 因為車手只要在排位裡面犯錯 就會在Spring Qualifying最後一位起步 為Spring Qualifying帶來更刺激的比賽 而F1的Managing Director Ross Braun都表示 雖然Spring Qualifying沒有為前列車手的次序 帶來很多變化 但在普通的比賽裡面都會有這些改變不大的比賽 而中游都有不少競爭,加上有一個刺激的起步 所以Spring Qualifying都可以說是精彩 而我就認為這一次Spring Qualifying雖然是比較悶 但車隊再次使用不同的車胎策略 為比賽結果帶來了變化 都可以說是達成Spring Qualifying的目的 而這一次Spring Qualifying比較悶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賽道問題 如果在其他賽道舉行的話 可能Spring Qualifying會更加精彩 但我認為F1沒有必要經常舉行Spring Qualifying F1只需要在能夠提供精彩比賽的賽道舉行Spring Qualifying 就能夠令Spring Qualifying更加受觀眾接納 又或者使用F2或F3的形式 排位決定正賽的起步位置 之後來一個頭八位Reverse Grid的短途比賽 車手就會比較大膽地進攻 不需要擔心這個星期Gasley的情況會出現 比賽都可能會更加精彩 這只是我個人對Spring Qualifying的看法 各位又有甚麼看法呢? 2022年F1在字面上勝餘的位置就只有一個 就是現時Spring Qualifying的位置 近日有消息周冠宇和他的贊助有機會帶著3千萬歐羅爭奪位置 這個消息都似乎傳到Giovinazzi的意中 Giovinazzi知道他的位置有很多人苦視擔擔 所以進入爭奪位置的狀態 他連續兩個星期入到Q3 他在今個星期的Spring Qualifying獲得第8 Giovinazzi能夠在Raikkonen決席期間做出這麼好的表現 應該為他自己在Avrameau眼中賺到不少分數 如果他能夠在今年勝餘的比賽都保持這個表現 他應該能夠增加車隊和他簽約的機會 但可惜他正賽犯錯錯過了得分的機會 當Giovinazzi在F1爭取分數的時候 F2今個星期都有舉辦賽事 而三位有機會爭奪勝於席位的F2車手都登上頒獎台 各位留意Giovinazzi表演神職的同時 都要留意F2的戰況 在任何比賽開始之前 Botas已經注定要在最後一位起步了 因為平日做了一個策略性的選擇 為Botas換上了超越規矩上限的第四座引擎 令他被罰到最後一位起步 但今個星期的Botas終於自由了 他已經知道他下年不會留在平節 所以他不需要再擔心要跟Russell競爭席位 應該都為Botas輸解了不少壓力 而他也馬上展示他的實力 在排位和Spring Quarter反應都獲得第一位 可惜的是他在正賽中要最後一位起步 但在賽道上最後一位起步並不代表他得不到分 上一年的Botas在Monsa的表現非常差 今年完全相反 Botas在Monsa這條爬頭有困難的賽道 由第十九位追到上第四位 最後因為Paris的懲罰更加成功登上頒獎台 是他今年第八次登上頒獎台 而且協助車隊拉開車隊榜的領先優勢 究竟Botas之前是表現差還是被車隊限制呢? 如果Botas在剩餘的賽季都能夠維持表現 被釋放的Botas會不會為珍貫大戰帶來轉機呢? Hamilton在排位中輸了給隊友Botas 令他在Spring Quarter反應中 在Dirty Side的雙數位置起步 而他的起步很差令他跌落第五位 如果不是Ghazley的頭翼首選 他應該會跌落第六位 而他在Spring Quarter反應中 跌出了得分位置後 就未能夠將位置追回來 令他在正賽中以第四位起步 另一邊Verstappen就因為Hamilton的起步 令他在Spring Quarter反應升一位 在正賽中以第一位起步 但兩位再次在正賽發生碰撞 Verstappen因為Red Bull在Pit Stop犯錯 失去了大量的時間 而Hamilton都一樣因為平滯在Pit Stop的表現一般 所以失去了兩秒左右的時間 而Hamilton離開Pit Lane時 最後剛好遇上Verstappen 比賽開始的時候 Verstappen就在Rogia把Hamilton逼出賽道外面 Hamilton就在Ratevillo應該想二眼還眼 不留空間給Verstappen 而Verstappen都不肯讓位 選擇直接洗過了搶子磅 令Verstappen失去控制 撞上Hamilton的尾輪 在車頂飛過Hamilton Halo再次保護車手的安全 兩位雙雙退賽 是兩位第一次同時未能完成比賽 而我相信這次是Racing Incident 先說Hamilton的動作 如果Verstappen和Hamilton在Rogia的事件不需要懲罰 這次意外都不應該需要懲罰 兩個事件都在類似的彎發生 領先的車手動作都一樣 所以我認為兩次領先車手都不需要受罰是合理的 但是兩次事件的分別就是在尾鎚車手的動作上面 FIA都可能看到這一點 所以他們調查的重點放在尾鎚車手的動作上面 這次到Verstappen了 裁會判決表示 Verstappen在整個爬頭動作裡面並沒有超越Hamilton的前路 Verstappen向裁判表示 Hamilton進入Turn 1之後將他迫向Apex Hamilton向裁判表示 Verstappen做出爬頭動作的時間太遲 應該讓位置出來或者使用賽道旁邊的Escape Road 而創意潘應為 Hamilton雖然將Verstappen迫出賽道 但是他已經走了一條避開Verstappen的路線 而Verstappen就太遲開始嘗試爬頭 所以他沒有要求領先車手預留位置的權力 也是判決裡面的Right to Racing Room 而判決裡面都提到Hamilton雖然能夠再向右轉 比Verstappen更多空間 但是因為Hamilton是領先車手 所以讓位的責任不在他身上 所以Verstappen始終需要負擔更大的責任 最後Verstappen被罰了在隨後比賽退後三格起步 而我認為FIA這個判決是不是Mafia呢? 其實個人認為不是 因為他們在英國站這種5050情況下 都判了美隨車手犯錯 這次他們可以說是維持了他們的尺度 但是我始終認為是一次Racing Incident 上一次都提到 以外是由兩位車手都不讓位造成的 以外就是一次Racing Incident 這次以外裡沒有說哪位車手犯錯 所以判罰其中一方是比較嚴格的 而Verstappen的三格懲罰真的沒辦法 因為他在意外之後退出比賽 所以在場外最輕的懲罰就是三格 而紅牛應該會順應這三格的懲罰 順便在下一站更換Verstappen的引擎 令他在俄羅斯最後一位起步 但這個只是預測 實際上紅牛會怎樣反應呢 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而這個意外都不是我想說的重點 我想說的重點就是這次意外 再次造成了一次精彩的意大利站 經過失望的荷蘭站之後 麥拉倫來到Monsa來了一次反彈 在排位的時候 Norris和Ricardo分別獲得第四和第五 而在Spring Qualifier裡面 Ricardo更加獲得第三 Norris獲得第四 兩位分別以第二和第三位起步 而在比賽開始的時候 Ricardo有一個好的起步 經過Ratevillo已經領先比賽 而Norris就成功防守Hamilton 兩輛麥拉倫各自應付一位爭奪冠軍的車手 麥拉倫為Ricardo做了一次非常之快的P-stop 2.4秒完成P-stop 把壓力放在紅牛身上 間接令到紅牛犯錯 隨後Vershepin和Hamilton發生意外 令麥拉倫的兩位主要競爭對手都退出比賽 在安全車時短之後 Norris迅速解決了Leclerc 之後和Ricardo嘗試拉開和勝於車群的距離 雖然Ricardo比較慢熱不能夠即時拉開領先優勢 但是他慢慢找到自己的節奏 而麥拉倫的速度優勢不比Perez或者Portas大 而且能夠拉開的距離不大 但是足以令兩位車手經過53圈之後 為麥拉倫一蘇九年之養 相隔170場比賽之後 終於獲得分站冠軍 同時為車隊帶來自從2010年之後的第一次1-2 成為今年第一隊獲得1-2的車隊 Ricardo都獲得自從2018年之後第一個分站冠軍 他當年決定離開紅牛追逐世界冠軍的夢想 但是到了Reno之後 他和賽車的表現都不理想 兩年之後決定再次離開 到了麥拉倫重新開始 雖然在賽季開始時的成績都不理想 但是在暑假之後 他的表現開始慢慢追上中上游 這一次他在Monsa先在排位獲得第5 在Spring Qualifying獲得第3 之後在正賽領先了48圈 第一次登上Monsa的頒獎台 第一次代表紅牛以外的車隊奪得冠軍 重新回到頒獎台的最頂級 同時為他的Race Engineer Tom Stellard 帶來了完美的新日禮物 他當年的賭博終於獲得結果 他在賽後後都說了一句 各位熟悉的Ricardo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我相信經過這場比賽之後 Ricardo增強了他的信心 希望他在勝餘的賽季會繼續有好的表現 另一邊Norris的表現都非常好 在比賽組段能夠防守Hamilton 並且在比賽重新開始時馬上超越Leclerc 某程度上是保護了Ricardo Norris在比賽重新開始時 組段的速度比Ricardo快 但他為車隊的利益著想沒有勉強進攻 最後緊隨Ricardo衝線再次登上巴掌台 是他今年第4次登上巴掌台 同時創下了他生涯最好的成績 麥拿倫在近年已經開始不斷進步 上年在Monster只能夠飲行 今年就能夠獲得一次1-2 經過這場比賽之後 麥拿倫終於能夠宣佈他們的低潮已經結束 Maclaren Mercedes這個組合 會不會能夠在北九將來再次挑戰車手或車隊冠軍呢? 那我們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但是集中在今季先 麥拿倫在之前三場比賽只得到7分 在這個周末的Spring Colovain獲得1分 在比賽中Ricardo獲得26分 Norris獲得18分 一口氣獲得45分 創下車隊在一場比賽中獲得分數最多的紀錄 重奪車隊榜的第三位 並且與法拉里拉開了13.5分的距離 是暑假之後第三和第四位之間最大的距離 法拉里又會怎樣嘗試修復失地 麥拿倫又能不能夠保持優勢呢? 就要看下一站了 暑假之後的比賽一場比一場精彩 而Triple Header終於完成了 我都做了三場的賽後回顧 我還是去休息一下 F1在兩個星期之後將會到俄羅斯比賽 同時將會是Sochi Autodrome的最後一場F1比賽 因為下一年開始 F1俄羅斯站將會到Egora Drive舉行比賽 I don't know, it's unfortunate 各位車手在Sochi的告別戰會有什麼表現呢? Boltas又會不會在他的福地繼續強勢的表現呢? 那就等我們在兩個星期之後看看吧 各位對比賽又有什麼看法呢? 可以留言說一下 這集就先講到這裡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如果想知道下次即時上載的話 就按下方的鐘和Follow我的Instagram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